通常Ella這個要怎麼樣才知道蝦已經熟了 蝦因為它嚇到然後就有點滋了有點丟臉很害羞 它就變紅 喔是這樣的喔 它就害羞臉紅然後就紅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它是 是有點差不多了 師傅它真的熟了嗎 對蝦熟成速度很快 對而且其實蝦不要太老因為不好吃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有一個草動作 沒錯等一下我們還有草動作 所以呢我們要趕快把它撈起來 免得它會老掉 好 好那我們也要來做這件事情 今天蝦選的蠻大隻很大方喔 而且蝦很大喔 蝦有蝦紅素喔 這個皮膚也會蠻大 那也太厲害了 所以干貝這個食材很適合這種年菜對不對 很適合 而且會有一種很高級的感覺 然後呢 干貝它的那個肉質非常的柔軟 然後你咬下去的時候你就覺得 喔 有一種非常 呃 欸 非常忽力逃亡的感覺 那平常你老公喜歡吃海鮮類嗎 你看它很喜歡欸 等一下這個時間這個需要再久一點 喔 因為它的對 因為它的肉比較厚 肉身比較厚 那所以我們等到 大概穿看看大概一分鐘之後 可以順便把那個畫質下去 因為他們屬於同時性的 喔他們可以一起喔 可以可以 原來他們可以一起 所以其實干貝跟其他人還有很多 啊對 所以艾瑞你要煮熟喔 因為待會你要餵人家吃喔 好好好 謝謝 對 您放心 因為我們有大師在 來慢慢的 來慢慢的下 好 慢慢的下 那吳大師 呃 所以剛剛一分鐘干貝了嘛 對不對 那花枝 那花枝等它有點捲曲的時候 那就可以 對 就可以跟那個干貝一起撈起來 那熟度的話大概在八九分 因為我們這樣還有翻炒的工作 沒錯 為什麼選擇用穿燙鮮呢 這樣是比較健康嗎 呃 因為一般的海鮮類比較不太適合過油 尤其是裸 裸生的 它不帶殼的加質 那甚至花枝這類的 所以先湯 穿燙以後然後再讓它跟那個 調味一起拌 對 所以 金玉滿糖的意思是 呃 其實都是高級的食材啦 那對 那為了要突顯它的食材的 那個價值 所以取了這個菜 你都沒有問 你確定什麼什麼 可以我們等一下還要半炒 你不要擔心 好緊張喔 你不要擔心 我不會吃 我會 待會你要餵總監理吃啊 那你不能上班怎麼辦 那看不出來 你自己要保重 哈哈 啊 大丈夫啦 可以吃嗎 我們撈的這些可以先過來 好 然後 對 再撈其餘部分 這個鍋 是不是 火 是不是沒什麼力啊 因為它這個是有一點類似 土耳其厚底鍋 那底下的導熱速度很快 但是事先的火的穿透會比較慢 因為它底很厚 好啦 穿透完了三個不同的食材 有花菌 有干貝 還有蝦 還是大的蝦 這是明蝦吧 這是草蝦人 草蝦人 草蝦人 那現在穿透完成了 那Ella大廚 吳師傅 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呢 再來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平底鍋的部分先開火 來 等一下喔 來這個先 對先往下壓 這個也 看來這裡不是你的主場嗎 好沒關係 這個我來 好 那吳師傅 吳大師來 好 所以這六款不同的年菜 您在設計的時候 你有任何的想法跟吳師傅溝通嗎 吳師傅 全部都交給吳師傅 因為他是大師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我自己平常的那個料理習慣 就是比較簡單啦 然後我覺得健康這樣最好 那所以你平常簡單的一餐 在家裡就煮什麼給老公 我只會吐菜 然後還有炒青菜 然後還有燉湯 我會燉湯喔 我還會煮麻油雞 那所以這個時候鋪娜絲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喔 他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伴侶 比我老公還要重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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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